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姊妹 你知道讀聖經的時候 常常重複出現的東西 其實一定有它的意義 上帝的聖經不是白血 所以讓我們直接來看聖經經文 請看 你看 然後約爾說二章十九節 你們五股心酒和有 我必賜給你們五股心酒和有 很多地方都有 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看生命記十二章十七節 五股心酒和有 再看下一頁 生命記十四章二十三節 又要把你的五股心酒和有的十分次 你看都是五股心酒和有 好 再看下一頁 生命記十八章四節 五股心酒和有 再看下一頁 歷代至下三十一章五節 五股心酒和有 你看都一樣 再看下一頁 又建造倉房收藏 五股心酒和有 你看又來了 我們再看下一頁 還是寧希米記十三章三十九節 五股心酒和有 為什麼來看下一頁 你看寧希米記十三章五節 五股心酒和有 到處都是五股心酒和有 再看下一頁 寧希米記十三章十二節 就把五股心酒和有的十分之一 送入倉房 你看都是五股心酒和有 再下一頁 耶利米書三十一章十二節 五股心酒和有 怎麼那麼多 再看下一頁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我們回到上一頁 因為我弄錯了 好 沒關係 我們的錯誤還是神的遮蓋跟愛 您就發現 它每次都出現五股心酒和有 五股心酒和有 五股心酒和有 而且那個順序是五股心酒和有 都是固定的 為什麼是五股心酒和有 不是五股心酒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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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五股心酒和有 我告訴你 就很像我們剛才 不小心秀出來的那頁 請看下一頁 五股心酒是什麼 來 請看下一頁 五股心酒和有 我們要從五股心酒和有 我們要從五股心酒和有 裡面看到基督 你知道整個舊約都在告訴你 迷在啊 耶穌基督要來 救世主要來 先告訴你什麼是五股心酒 五股心酒 象徵聖餐耶穌破碎的身體 和他的保血 而油呢 在天父的審判下 耶穌被壓榨成了 今天醫治我們的高油 五股心酒和油 都在講耶穌基督 整個舊約都在告訴你 迷在亞要來 這是核心 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我們先來看五股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 為我們所承受 他變成我們生命的餅 你看 餅是什麼 小麥啊 或者是穀物啊 壓碎啊 磨成 無論你是小麥或是怎樣 把它磨成粉 然後呢 揉成麵糰 然後壓扁 然後 嗯 然後活烤成餅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弄披薩他這樣轉 當然我們這不是披薩 然後你看那個弄麵 要揉揉揉揉 然後丟上去弄弄弄弄這樣 然後弄各種方法 其實耶穌的生命也是 他為了你 他被磨碎 他被揉 他被壓扁 然後 鞭打弄這樣 然後趕 然後還要活烤成十字架 活烤成餅 然後被釘在十字架 你看那個餅上面 一個洞一個洞 也預表了耶穌在十字架上 你手跟腳被穿過的洞 活烤 耶穌為你活烤 被壓扁 這是五穀辛酒和油的 五穀的一個光照 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看下一頁 你看喔 如果不分辨的是主的身體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在你們中間 有好些軟弱的 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 你知道嗎 其實你有機會去看前後文 或是你可以在搜尋我們其他的視頻 跟影片 有特別提到聖餐的部分 我告訴你 五穀跟辛酒 這個聖餐的預表裡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個應許 我們如果不分辨的是主的身體 我們就吃喝自己的罪 我們中間就有好些軟弱的 患病的死的 但是如果我們分辨的是主的身體 我們就不吃喝自己的罪 我們當中 我們當中就有 我們當中軟弱跟患病的就會少 死的也會少 你懂嗎 五穀辛酒 神主的聖餐 他的飽血 他的餅 他的身體 他的飽血 當你領受了你可以 少軟 不軟弱 不患病 連死的都很少 這是上帝的恩典 是他要給你的 所以五穀跟辛酒 非常的重要 讓我們繼續看下一頁 再來油的部分 在天賦的審判下 耶穌被壓榨 他被壓榨成了 今天依著我們的膏油 你知道嗎 這邊榨取橄欖油的程序 這不是聖經的書 這是維基百科查出來的 榨取橄欖油的程序 過去幾天以來都沒有改變 所以耶穌2000年前 那個時候也是這樣都沒有改變 首先先用棍棒擊打樹枝 你看耶穌是不是被擊打 耶穌是不是被擊打 用棍棒擊打 用鞭子 OK好 把掉下來的橄欖收集起來 用大摩石把果實連同果核 整個壓榨 壓壓壓壓過去 把他壓榨了 耶穌被壓榨了 然後再把除去 除去渣渣的汁液 倒進沉淀池裡面 等到油水分離 你看耶穌那個時候 被肋膀戳開 是不是有水跟血分開來 然後分離出來 橄欖油被壓榨完畢 耶穌也是橄欖油 應該說耶穌 這橄欖油也預表著耶穌 整個新院生裡面提到的油 那個高油 那個油都是橄欖油 好那到底真的假的 我知道 聖經這樣好清楚的說 五穀跟新酒 餅跟杯就是耶穌 但是那個油是什麼 油不是聖靈的高油嗎 對聖靈的高油也是 但是也還是預表著耶穌 也來象徵耶穌 我們再看下一頁 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 這個照片是哪裡嗎 克西瑪尼園 你知道克西瑪尼園 裡面種滿了什麼植物嗎 唯一的植物 滿滿的就是橄欖油 你想要克西瑪尼 是什麼意思嗎 我們看一下一頁 這是克西瑪尼園 因為那個字的原文 克西瑪尼這個詞是 這個詞是亞蘭文 克西瑪尼什麼意思呢 炸油房 炸橄欖成油的地方 耶穌在最後晚餐結束之後 他去哪裡禱告 克西瑪尼園 他在哪裡被捕 克西瑪尼園 耶穌進到克西瑪尼園 不是白白 他說我很像橄欖一樣 在這個克西瑪尼園 準備要被炸成油 現在就是我要被炸成油 開始的地方了 所以他在那個地方 他迫切禱告 然後被帶走 開始炸油 他在克西瑪尼園裡面 那樣禱告 然後被帶走 被炸一次 然後在亞門裡面被 帶荊棘冠冕 然後穿紙袍被攻擊 被傷害又一次 然後又被鞭打又一次 然後走十字架苦路又一次 然後一直被炸 被炸 被炸 一直被炸 在十字架上 終極的被炸到乾掉 這就是你的主為你所做的 我們的主為我們所做的 再看下一頁 你看主 開始在克西瑪尼園說 我像那個橄欖一樣 在這個地方預備被炸 讓我進到炸油坊 克西瑪尼炸油坊 來開始進去 我的命定 為你受壓 為你受害 所以當你在聖經 在旧約看到五穀辛酒和油 都在告訴你 弥赛亞耶穌基督為你成就了這一切 而且如此的重要 用五穀辛酒代替 講一次耶穌 再用油 橄欖油 再講一次耶穌 為你承受這一切 所以當耶穌為你承受 一罪不兩罰 你就不用再承受這一切了 各位弟兄姊妹 你不用再承受那一切的苦難 當然有些時候 神要你受 按祂旨意受的苦 當然有 但是有一些白白的苦難 無論是疾病病痛 或是忽然的驚恐 忽然的不好的事 或是一些不好的天災人禍 都不要臨到你的 那不是神的心意 有些神要你受的苦難 不是這些 是為主為意受逼迫等等的 好 弟兄姊妹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去搜尋我們其他的視頻 你在裡面會看到更多的這一切 讓我來為你祝福祷告 親愛的耶穌 謝謝你 為我在克西瑪尼園 開始炸油 開始炸乾你自己 開始不斷不斷不斷的被炸 當我每次用的這個膏油 當我每次拿這個膏油的時候 我就預表了耶穌基督 當我領聖餐 拿到餅乾杯 我知道耶穌基督使我得醫治 我可以不要軟弱 不要患病 連死的都很少 我拿到那個聖膏油 拿到主耶穌的膏油 所以我也特別來分別 來祝福我們的弟兄姊妹 分別為聖 你手上所拿的橄欖油 當拿到這橄欖油 你知道這是橄欖炸出來 就是耶穌基督炸出來 耶穌基督為你受苦 你救蒙福 耶穌基督為你承受 因他的鞭槍 你就得醫治 因他耶穌基督的刑罰 你就得平安 因為耶穌基督 你得醫治得平安 得造就得幫助 得到一切的獎賞跟祝福 得到一切的豐盛 然後你有力量 使自己生命變得更好 把耶穌基督傳出去 奉耶穌基督祷告 Ame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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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 好 乖 吃 吃 laş 焱 咥 抗 照